这件奇葩的越狱案件发生在11月21号 暗中观察监狱环境已久的杰西卡 终于打着了越狱的机会 只见她反锁厕所门 把这个纸巾售卖机给拆下来 然后呢 踢着这个通过墙上的洞逃走 再跳下天花板越狱 嗯 视频里呢可以看到 动作还是很轻巧敏捷的 还藏了个心眼呢 这位 就当时啊 为了掩盖她拆这个厕所 这个纸巾售卖机的声响 杰西卡呢还在厕所里边大喊 让我离开这里 喊什么爷爷 爸爸 反正就喊了一堆没用的 声特别大 厕所外的狱警误以为 杰西卡的精神病犯了 就使劲的砸门 而这时候杰西卡呢 已经从监狱大厅的天花板上 成功的跳下了 哎 这一招金蝉脱鞘 用的不错 哎 可惜没有成功嘛 狱警觉得不对劲的以后啊 立即对杰西卡实施了抓捕 就在杰西卡准备冲出监狱大厅的时候 被狱警是 带个正着 对杰西卡准备冲出监狱大厅